假如有不止三個的話 那因為我這邊只有定義三個 一二三對不對 所以將來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就會有月考函數 它會有三 一二三對不對 那假如你有第四個月考四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在刮鬍後面逗點月考四 月考五 它會多一個格子在下面這邊 反正那個刮鬍後面你產生幾個 它就顯示幾個給你嘛 反正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OK 這第一個啦 就是說如果你要增加 那你要返還 反正它就把最後結果幫你算完 放在這邊 這個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是它是一個範圍的話 比如月考範圍 那剛剛我們只有去使用到的是一個範圍 就是說這個月考成績 那沒有對照到上面這個範圍 所以算出來 如果上面假設你變更的話 它並不會影響 但是你可以修改 這個當然我只是給各位一個參考的範例 那如果說你要產生第二個 是 比如說比重 它的那個 比如說它的那個 百分比重 OK 那假設我要增加一個範圍的話 也許你再把這個月考 鬥點一下好了 後面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抓第二個 貼上嘛 然後 不要叫月考範圍 那叫什麼 叫比重範圍好了 比如說我把這個地方 加個比重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他就去選嘛 那他會把這個選給你對不對 那選給你之後的話 當然我這邊的話會有個A嘛 那你可以怎麼樣 其實呢 你就可以大概參考啦 其實有的時候 城市怎麼來的 剛開始也許你當然 就是 所以其實很多 初階的工程師都是從複製貼上開始的 然後呢 去從什麼模仿開始 你可以把這個有沒有模仿 就是把比重丟給B 那B的話 將來就是 B的第一個就是 E1嘛 再來就是E2 E3 所以最後如果說你要乘出來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 比 是參考到 對這裡我已經 他已經參考了 已經參考 直接 直接 更新 不會自己更新 對啊 因為我剛剛的反應 他沒辦法自己更新 那你如果 我必須要先點在那個檔位 然後再按Enter 他才會再更新 對啊沒有錯啊 因為你變更之後有沒有 你一定還是要回到這邊 去做打勾的動作 因為打勾之後他才會 因為你城市更新過 你必須要重新再去執行他 所以他今天為什麼 剛剛原本之前的那個他可以自己 自己更新 因為如果是內建函數 他可能有隨時去Check的動作 因為他是隸屬在裡面的 所以他可能自己會去Update 但是如果我們制定的函數 他還是非得以你最後還要把它打勾一下 因為如果你重新修改程式了 修改程式 如果說你這邊有更改 你要讓他重Run的時候 還是必須要有個執行的動作 有個觸發點 不是說他自己就會觸發 因為你會執行這個方式 是因為經過你插入函數 最後的話他才輸入進來 所以如果你這邊假設更新 比如說這邊 我們這邊有更新過 假設這邊改成20 好了 你會按enter過 他就會出現錯誤 因為我這個程式好像還沒寫完 所以這邊假設我把這個先刪 因為這邊多了一個參數 那因為他沒有抓到這個參數 所以過來他會錯誤 把這個改一下 因為他只要更新過 我把它還原好了 OK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如果你要執行他的話 這邊記得啦 其實可以用打勾的方法 給他更新了 所以他觸發點就是 你一定要去Run一下 這是他的特性 這沒辦法改變的 內建函數他會自己Run 那個管 就是不同的東西啦 OK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特性 以後的話制定函數 假如啦 通常是不會啦 沒有通常是大概就是 改完之後 反正你做完 他就是確定是這樣 沒有人說 在一邊做一邊 除非你在設計階段 設計階段才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以後你給人家用的時候 一般人反正就用嘛 他也不會說一邊改一邊用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改了這邊的話 記得一定要到那個程式這邊的話 去做一個動作 再把它執行一下 他才會更新一下 OK 所以這部分 我們的重點應該是在高階函數 這個制定函數部分只是一個補充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來 其實我覺得我的定義是 我覺得高階函數 應該要把制定函數給帶進來 因為你制定函數沒有帶進來的話 感覺好像少了一些東西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綜合練習2 教師研習實數統計表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 就是把那個數學函數裡面的這個 這個範例先打開來 教師研習實數統計表 那根據這個題目裡面是這樣 就是它本來有個 序值1跟序值2 那序值2呢 裡面是放著入門教學 就是說有來參加的老師 他參加了幾個小時 OK 那後來呢 又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複製的方法 我建議是這樣拖拉比較快 拖拉過來按Ctrl鍵 Ctrl鍵是複製 拖拉過來之後放開 又多一個什麼 序值2 刮弧2 不過請你把序值2改成3 也就複製一個 把2按Ctrl鍵 拖拉複製一個 那做什麼呢 因為題目裡面 跟我們講說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把它刪掉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把這兩個老師呢 把它刪除掉 那這邊把它改成 本來是入門 因為這是第二階段 叫進階 所以你把這個 教學的部分 改成進階教學 OK 所以這個是入門 這個是進階 那進階的部分的話 它編號必須要重新再來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給它編號 然後一一輸入之後 按Ctrl鍵 它就會自動加 Ctrl鍵按住放開 它就自動加了 然後呢 這個應該會吧 就是你 輸入1 按Ctrl鍵 表示正好 如果你沒有按Ctrl鍵 它就會全部就1了 這是自動填滿 OK 按Ctrl鍵 向下填滿 表示重新編號 OK 然後呢 這個延期時數呢 全部刪掉 全部改成多少 全部改成 我看 全部改成就是幾個小時呢 這題目裡面有 全部 兩個小時 全部填入兩個小時 所以呢 等於進階的這個 時數是兩個小時 每個人都兩個小時 那 它需要做到的就是說 這個第二 序則二是入門的 研習時數 老師有參加的 序則三是這些老師有參加 那 我希望切到 序則一是總表 總表呢 把序則二跟序則三 裡面有參加 研習時數的 老師時數 全部加總在一起 當然 未來你有可能 不只是 後面 入門跟進 也許很多很多 那很多的時候呢 你要用什麼方式 可以 在總表裡面 自動幫你把 後面 只要有參加的 老師的時數 幫你加過來 當然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可能突發令 王慶路老師 看一下 沒有 也沒有 所以你可能回來的話 研習時數 零 對不對 那理事員老師呢 切過來 1.5小時 切過來 沒有 那就切回來 1.5小時 是不是 可是 其實這樣 這次要用eSale來做 用電腦幫你完成的 本 那你不要把自己當電腦 其實你會很類似 因為你把自己 當電腦來做事情 當然你會做得很辛苦 這個事情 還好他只有二十個人 如果說他還有兩百個人的話 一個學校其實兩百 可能老師或大型的學校幾百個老師 應該算正常 可是我們要統計 而且老師 研習時數可能不只兩次 那你要快速統計出來的話 那當然要用方法 那什麼樣的方法 其實可以給各位一個提示 請各位等一下試試看 就是說呢 裡面 你可以用超過函數裡面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那個 在數學三角裡面的sum if 因為其實我們只有一個條件 所以sum if就可以了 但如果有兩個 一個以上的條件 你可以用sum if s ok 那怎麼樣去把這件事情完成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先把那個 should 2 複製 複製工作表 我覺得複製工作表 你可以按右鍵再複製 再什麼產生副本 不過我覺得動作太麻煩 我教各位一個訣竅 就是按住那個工作表 拖拉再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其實就是複製 所以就會複製一個工作表 到should 2的右邊 然後那個名稱的話 把它改成should 3 然後再把那個 研習時數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should 3裡面 其實就放的就是進階教學 所以should 2.03 有一個是入門教學跟進階教學 那把那個第一個跟最後的老師刪掉 重新編號 再時數給它兩個小時 試試看齁